这块黑松沙市伴随不少人从小到大 而他们的无菌生产线今天也首度曝光 全自动生产线几乎看不到人员走动 就是要打造无菌的生产空间 无菌充填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无菌的成品液 第二个无菌的包材 第三个就是无菌的充填环境 低温能充填的一个设备 从瓶子压膜塑形开始全部自己生产 温度控制105到110度 高温灭菌 这条全新产线黑松砸下22亿 花了三年时间打造 每分钟产能高达600平 是目前全台最快 估计如果产能全开 每年产量能高达1200万打 已经超过黑松过去每年2000万打的一半 工厂另外一头 黑松从2013年开始自己打造专属的食安检验室 编制五名检验员 检验项目包括三聚氨 顺丁锡二酸 还有塑化剂 我们会拿我们的水质来做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检验 比如说像升千格 拱铝铜 我们依照我们的原料或是成品的一个风险的控管 去做一个必要的一个检验 层层把关让黑松多次躲过食安风暴 今年第一季单季营收也就达到13.31亿 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4.84 今年渴望靠着旗下运动饮料和碳酸饮料新品 挑战全年营收成长一成以上 三联选零松明地下桃园报道